有点早安 您好 我是方燕迪 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三了 好 今天天气如何呢 赶快来问一下气场主播韩英 韩英早 燕迪早安 大家早安 好 知道这个东北季风减弱了 那接下来的天气应该会还不错 不过又有台风行程了 那么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 赶快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 那东北部地区的朋友 这两天一直在下雨 感觉上都是湿湿冷冷的 那么今天开始 东北季风就会逐渐减弱 水气会减少 所以多云的空档时间就会变多 我提醒大家 今天还是会出现一些零星的降雨 雨伞都还是要放在身上比较保险 那至于地面天气图的部分 告诉大家 这个海燕台风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了 不过由于它的行径路径 是一直持续的向西 所以是不会经过我们的 对我们的影响就会比较小 不用太担心了 那至于这边的热带性低气 也是有机会发展为轻度台风的 那目前的位置是逼近越南 所以提醒有若要到越南旅游的朋友 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 那我们再看到雨量预报的方面 虽然说告诉大家今天水气会减少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的雨势 还是集中在整个东北部地区 那么宜兰的话 今天一整天都还是会下雨的 另外像是基隆还有花莲的话 也要小心可能发生一些局部的大雨哦 中南部山区的话 则是会有一些零星的午后雷震雨 那至于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 我们首先来看到就是北部地区了 其实这两天可以看到 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到礼拜五之后 水气就会减少 转为多云道勤的好天气了 高温也会回温到30度 那么中南部的话 其实这几天都是好天气的 高温也维持在30度左右 可以看到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 那么东部地区的话提醒大家了 因为这几天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迎风面 所以都是湿搭搭的天气 而且呢早晚的温度 感觉上也是比较凉的 高温来到26度左右 所以出门的话 还是要记得加件外套在身上 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 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看到金融市台北市新北市地区 21度到28度 降雨几率是30% 接着桃园新竹苗栗地区 22度到28度 降雨几率是10%到30 台中彰化南投地区 22度到30度 降雨继续是0% 再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 20度到29度 降雨继续是0 高雄澎湖屏洞地区 22度到30度 降雨继续是0% 宜兰花莲台东地区 21度到28度 降雨继续是30%到60 连江金门地区 18度到26度 降雨继续是0% 那最后是今天的农民历 今天的话来到了农历的10月初四 那提醒范冲的朋友 数码24岁还有84岁的朋友 今天做事情的时候 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 那今天适合做的事情呢 除了像是我们开市 或是搬家还有打扫家里之外呢 其他事情今天就比较不适合了 那以上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燕迪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